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你是谁 在美国来说大概有一千万左右的美国人 他们是房东 也就是他们从房子那里拿到收入 大概有一半呢 他们是自己来管房子的 可能你也是其中的一个 然后在其中呢 每一个人大概他每年汇报 三万四千美金左右的租房的收入 然后呢 他要支付两万三千美金左右的成本 在这里是不包含他的折旧费用的 也就是说如果算上折旧费用 他在报税的时候这都是负的值呢 一般来说一个房东呢 在一个房子空置的期间 他会去起码筛选两个潜在的租客 一般来说一个房东在一年呢 会收到六个要进行维修的这种服务的要求 从租客那边 那么在了解了你之后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你的租客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是一个在过去这几年进行的一个调查 在美国来说租客的年龄的分布 大多数 49%基本上都是30岁以下的 23%是在30到44岁左右 这两部分成色的呢 其实大部分的构成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 Gen Z以及Millennial 特别是Millennial这一部分 他们的年龄区间段是在26到41岁 那么这方面的租客他们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 Millennial 他们是在三个 在目前工作的人当中 有一个就是Millennial 第二点 大多数在美国生活的这部分人 Millennial 他们都是在离了婚的家庭 他们生活当中呢 经常出现的一个词就是Schedule 经常用他们的Calendar 来进行排列他们的计划 他们非常需要得到 希望得到反馈 也非常喜欢给出反馈 如果你在工作当中 经常跟Millennial工作 记住一定要及时给他们反馈哦 最后一点 他们是第一个Generation 是我们所说的Digital Natives 他们非常熟知24x7的这种on-demand economy 也就是说 如果谢谢Uber 或者是Lift 或者是Doordash 对吧 我要吃一个东西 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后 这个东西就要送到我的门口 这是他们熟悉的一种生活方式 那我们了解了Millennial 以后是他们 所以我们这十件事情 就是要针对Millennial 来了解 我们怎么来管理我们的出租房产 我们先从第一件事情来看起 如果有两个房子 左边右边的房子都可以去选 你会选哪个呢 如果你是租客的话 大多数的人 只要如果这个房子不是价格太贵 右边的 大多数人都会选右边 对吗 这就是我们发现的 为什么叫Rehab 也就是进行装修非常有重要 进行装修你的房子 在出租前 首先可以增加你的租金 按照我们的研究 每一美金 在你研究在装修上 你一般可以得回到1.5美金到2美金的增加的租金 比如说吧 如果你投资2万美金在你的装修上 可以相当于300到400美金每个月 得回的租金 这样在5到6年内 基本上就能达到不光收回成本 还可以得到50%以上的收入呢 第二部分呢 是我们可以招更高质量的租客 我先生经常说到一句话 就是You get what you give 当你给了一个租客 比如说墙上都是有物质的 那么你拿回来的这个房子呢 墙上的物质可能更多 而且按照美国 特别是华盛顿州这边的法律 大多数那些小的物质 都属于wear and tear 是不能收租客的钱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保证你的墙的质量好 吸收好的租客 进到我们的房子里面来 他最后还给你的房子 也会是好的质量的 第三点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直以来 往房子里面增加value 我在从小在中国长大 很多时候在中国的房子 我记得小时候长大的时候 从来没有说 要大多数怎么维护呀 隔几年去刷刷漆呀 屋顶怎么来做 但是在美国不是这样 特别是很多是栋别墅的房子 他们都需要爱护以及维护 每年呢 就应该在房子上 进行一些小的维护 为什么要这样呢 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 你什么时候要去卖 在过去的这十年左右吧 其实我们是非常幸运的 美国房地产是一直在走一个上坡路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还没有经历像2007 08年那时候大的那种跌的情况 在那种情况下 通常大多数人不想卖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一直要维护你的房子 让你的房子一直能涨到最高的租金 最好的租客 以及呢 最好的价值 如果你要进行这些装修 那么怎么去做呢 我来分享一些经验 比如看这上两个图 首先从刷墙 我们前面说到的很重要 第二点从地板来说 对吧 需要一个耐磨的 以及一维护的地板 紧接着呢 从light 灯光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却非常重要 不光要它的这个灯光 fixture 漂亮 而且一定要非常亮它 紧接着下面的是 countertop cabinet 是我们的橱柜 以及最重要的之一 appliances 无论你在Home Depot 在Lowe's 或者Costco Best Buy 都可以买到 stainless steel的appliances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这上面还列出了 比如说在厕所也是一样的 在厕所里面 也希望更加的modern 然后有比较亮堂的这些灯光 除此之外 在房子以外也是一样 对它的yard landscape 不需要进行的非常复杂 而我们其实要越简单 越容易维护 这样更好 我们自己投资的房子 我跟我先生的也是这样的 比如我们今年 我们在Central District 西雅图中央区 有一个四户型的房子 这是其中的一小户 这是一个500平方尺左右的 一房一厅吧 的小户型 这是我们的厨房 装修前 其实看起来还不错 这个是装修后 你能看到的 其实大多数改的 就是在一些 我们说的 counter tone 对吧 我们说的一些关于厨具 然后另外我们说的灯光 以及做了一些墙子 对我们的厕所呢 我们进行了同样的改变 你可以看到 这样让它更亮堂了 对于灯的一些 fixture的改变 对于整体的这个装修呢 因为房子比较小 我们一共花费了6111美金 然后我们的租金 本来是1095一个月 在我们装修好之后 在两周就出租掉了 两周其实不到 我们提升了500美金一个月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怎么去给你的房子定价 很多时候我们听到朋友 就去说 如果我们的定价 可能是不是要按照 我们自己的成本 比如说地产税升高了 我的房价就要升高 我的租金就要升高 或者呢 是我的朋友说了什么 或者是邻居说了什么 通常就像你在网上看到的 无论从朋友邻居听来的 都是两个极端 要不就是非常好的 或者是非常差的 对吗 紧接着第三点 或者是在Zillow上面看到的一些 持久出租不出去的 那些一直放在上面的那些listing 又或者是我的房子升值了 贬值了 那么是不是我的租金要进行改变 其实呢 不其然 最重要的是supply和demand 也就是供求关系 所以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收集信息 然后通过这些信息呢 来决定一个比较好的strategy 首先我们总是从rental analysis来做的 在rental analysis这里 我们收集Zillow的data 我们也收集我们用的系统 appfolio的data 除此之外呢 我们一定要看的是实际能出租到的价格 而不是别人要足足的价格 就是那个房东 在这个基础上做好了这个价格分析 我们会进行价格的调整 是根据你房子的情况 以及里面提供的一些设施 除此之外 我们还要来调整价格 根据当地的季节 我举两个例子 比如说在三到四月份 因为在这个时间呢 是比较忘记 而数据呢data永远有滞后性的 所以一般我们做出了这一个价格的分析 比如说你的房子可以租2500美金 但是我们可能建议尝试出租2700美金 因为现在是一个忘记 而正好相反的第二个就是在10月11月 因为数据有滞后性 所以它显示的数据可能还是前两个月的 它可能是告你可以租2700美金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可能给你建议的是稍微租的低一点租2500美金 最后呢我们是要订一个strategy 这个strategy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可以从两个选一个 第一个是 比如说永远把你的定价比市场价低一点点 这样你希望可以吸引更多的租客 然后去挑选比较好的租客 当然啦比如说在City of Seattle 就是西亚厨师 是不可以挑选租客的 是first come first serve 第二个是呢 是如果在有些地方 比如特别是在City of Seattle 像我们一般用的策略是 可能我反而要价格高一点 希望能吸引到第一个好的租客 就直接能fit in 然后可以搬入我们的房子啦 所以中上面说 我们最要做的方式就是看这个market condition 市场的情况 然后你房子的具体情况 以及房子里边的这个condition 然后来决定你的这个rent 到底是多少 除此之外 我们每周都会有一个数据的分析 按照我们的历史的数据 如果一周少于四个房子 少于四个潜在的租客来看房 就代表你的价格可能过高了 多于二十个人来看房 可能就代表你的价格过低了 在这种情况下 像我们一般会发给客户一个信息 每周一的时候 告诉在过去的七天内 有多少人来看房 然后根据这个 我们能给出一些比较好的建议 除此之外呢 我们说到了Ninanil 他们比较喜欢给feedback 我们也会发一个简单的survey 比如说他会告诉我们 他对这个房子的感觉的情况 比如特别是在这里 他会告诉我们 这个房子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他会不会来申请按照这样 我们可以根据这个来进行一些改变 我们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 我以前在微软也是做数据的 通过数据来给insight Data一直是garbage in garbage out 如果我们收集的数据是不好 那这样也就导致着 我们数据分析的里面提出的这种 怎么说insight吧 也就是不好的 如果要做到这样 我们就一定要把所有在 在showing的这个experience当中的这个roadblock 就是路障都触掉 对于现在的人来说 我们的这scheduling 一定是要按照他们的时间 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时间 也就是说不能说潜在的租客想来看房了 然后问你房东什么时候能看房 你告诉他 明天三点或者是后天六点 在这种情况下 不是按照他的schedule 而是按照你的schedule 第二点呢 就是digital native 他们不希望来来回回的 不停的message back and forth 去说什么时候能看房 就像你订uber的时候一样 或者是订Airbnb 我订好了在网上 在这一个区间内 我就是要几点怎么去看 这样就可以 第三点呢就是feedback 你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feedback channel 可以让潜在的租客更快的 更在短时间内 能提供给你他对这个房子的反馈 所以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任何一个潜在的租客 在我们的网站上一点击 可以去随便选任何一个 30分钟的时间内 然后我们利用GPS 去检测到他是不是在那里 利用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去检测他的ID 保证他是一个自然人 然后到了里面那里呢 可以自己去看房 看完房以后呢 马上问他反馈 他只用花一分钟都不用的时间 给我们一个反馈 如果你没有做到这样 我建议你也在这里去invest 投资在这些小的工具当中 可以大大减少你的时间 也可以给你更好的数据 需要你找到更好的租客 第三点 很重要的事情是 99.99999的情况下 Mate Pet and Option 就是要允许宠物 在大西雅图地区 百分之五十六的租客 都是有宠物的 如果你不要宠物的话 那么你Target的那个潜在的租客 就只有百分之四十四呢 除此之外 你有了宠物 你可以有更多的租金的收入 你可以有Pet Rent 你可以有更开心的租客 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们也可能会居住的更长 因为一旦有一个Tendency的Change 这种Vacancy 一般它潜在的这个租金的流失 是百分之六到百分之十左右 第三点 就算你不允许它 它也有过各种方式 把这个宠物带进来 现在在这边非常流行的 就是我们说的 Emotional Support Animal 也就是这种情感互助的动物吧 随便要一个医生的证明 它就可以去网上申请了 如果它有这种情况 你还不能拒绝它 而且你还不能收押金 以及是宠物的这种租金 那么在我们允许宠物的情况下 怎么样保护你自己呢 这是最重要的 在这里我们提到了第一点 不能要小狗 而且不能要aggressive to breed 第二点 一定要讲出来 在你的合同里面 什么样的宠物是允许的 比如说有几只宠物 它们的年龄大小是多少 它们的breed 它们的type 到底是什么 第三点 我们也需要做一个midterm的 这个tenancy的inspection 它有了宠物 它第一次搬进来 就像人一样 我们不知道它的behavior怎么样 对于宠物也是 我们需要对房子进行一个检查 确保它的宠物对房子 没有任何的破坏 最后呢 我们需要增加security deposit 也就是额外的押金 以及宠物的租金来进行保护你 第四点 我们要讲的是application process 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怎么去选择租客 我们公司管理大概 五百到五百九十个房子 百分之八十多都是租动别墅 在整个疫情期间 我们只有一户人家 是交不起房租客的 为什么我们只有一户人家 交不起租客呢 这就是我们审核租客的时候 要求非常严 我一直说 在审核租客的时候 如果不做得好 我们建立起的就是一个纸牌物 house of cards 一旦经济不好了 出现大多数的情况 都是交不起租金的人 在选择租客的时候 这更多的是一个 我们叫science and art 也就是阴和阳 这也是为什么 这里用了黑白两个颜色 首先从science number来说吧 一般来说 我们不会去强调说 一定要有一个credit number 比如说720 而我们更重要的是强调说 他的credit是比较好的这种behavior 就是他的表现非常好 我们leasing manager 其实他教了我很多 他一直跟我说一句话 说一个有750 credit的人 如果他的credit整一个这个历史 只有一年 只有两个credit line 跟一个680credit score的人 但是他有15个credit line 有10年的credit list 这两个肯定是680分好的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不会仅仅通过一个分数 来确定好不好 除此之外呢 他要看他的租金 哦 他的那个收入 在收入上 一般要三倍 我们的租金价格 如果是cosigner 单独的cosigner 就要四倍 这个租金 在criminal background 要看他的这个 有没有犯罪记录 当然啦 在西洋图示 我们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这个是政府的要求 除此之外 还要看他的rental history 那么在艺术这方面 怎么来说呢 可以有几点 第一点 要看他的这个收入的 本定性 比如说如果是政府补助的 这个是非常本定的 如果是大公司的 或者是他自己创业的 对吧 这种情况可能 比较复杂一些 特别自己创业 我们要看过去几年的 他的税收的收入整理 紧接着看有几个人 住在房子里面 因为有几个人 住在房子里面 对房子的损坏 可能会更多一些 特别如果是那种 normal wear and tear 也就是正常的磨损 这样是不能受租客钱的 第三个 他大概要在房子里住多久 大多数的情况 我们建议都是 第一年先签12个月的租约 看看这个怎么样 最后再做决定 但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希望找的人 他们是可能希望在这里 住三年 住四年 或者是更长时间的 紧接着 他什么时候可以搬入 我们最希望的是 在两周内就能搬入的 当然有的情况 可能要更长的时间 最后一点也是 rental history 也就是看他的历史 从之前的房东那边 了解的情况 最后就是我们查 所有的这些 一定重要的就是 一定要满足fair housing 也就是这个租房公平房 在美国这边非常重要 要注意的是 在西雅图 这是first come first serve 也就是第一个申请的人 他只要满足我们的要求 我们一定要同意他 在与此同时 我们是不能去查 其他的申请人的任何的信息的 一定要deny了第一个 才能开始到第二个 第三个 哦 第五个 第五点我们要讲的是 一定要通过一个非常 robust 也就是非常强健的 这种租房的条约 来保护你的利益 我们的租房条约 基本上每个季度 都会有更新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 要保护大家 保护房东 首先第一点 每一个住在房子里的人 无论他是不是经济担保 比如说他的小孩 也都需要在这个 利益上 第二点 我们建议的 都是从十二个月开始 第三点 租客的他们的保险 这个是一定需要的 第四点 一定要有正常的这些 adendum 比如说 对于所有的租约来说 都需要一个mold 也就是他的这种 梅的这种adendum 对于1979年以前的房子 还需要let vase pink 也就是签涂料的adendum 对于所有西雅图的房子 给租约 我们都有一个叫 Renter Information 这个handbook 一定要提交给租客的 最重要的一点 在这里面 是要非常分清 哪些是租客的责任 哪些是房东的责任 比如说landscaping 在我们的租约上 这样by default landscaping 永远都是租客的责任 包括其他的东西 这就像dream clock呀 pest control呀 windows screen呀 这些到底是谁的责任 我们有一个非常详细的 resident handbook 在这里也告诉了租客 很多相关的信息 这个是我们的lease 相关的一点 比如在这里面就提到了 我们刚刚说的好几点 怎么把这些责任 确保给租客 举一个例子吧 比如说rooftop deck 在西雅图市中心 有很多的那种连排别墅 都是平屋顶的 如果租客在上面 有一些叶子 没有合适的清理掉 在这种情况下 是他们使用导致的 我们的dream clock 这个dreamage 对吧 这些gutter 可能会clock堵塞了 导致的房子里面漏水 那么这是租客的责任 这不是房东的责任 所以所有的这些都要讲得很清楚 第六点 Security deposit 也就是我们的押金 首先 一般来说 我们要收多少的押金呢 按照我们的经验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 我们收一个月的租金作为押金 如果租客是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通常建议是两个月 或者是更多一些 如果有宠物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建议是500美金 一个宠物作为押金 当然 在西雅图中心 这个又不一样 在西雅图里面 所有的deposit 以及moving fee 它们加在一起 不能超过125% 一个月的租金 这是我们要记住的 Security deposit 它要放在一个单独的 这个信托管理账户里面 而且 我们一定要告诉租客 你这个银行 以及支行 是在哪里 这个Security deposit 对于我们来说 像我们有两个信托管理账户 一个是房租 也就是租客交的房租 因为是这个属于房东的费用 第二部分是租客交的Security deposit 直到租客搬出去钱 这部分钱都是属于租客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分到一个问题 就是Security deposit 押金要不要报税 押金在刚开始是不需要报税的给房东 在1099表格上是不写的 而租金 哪怕它是last month's rent 最后一个月的租金 都是需要交税的 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一点 但在讲那个之前 我们要讲的是month debt fee 就是你给宠物收的这个呢 这个rent租金 不是deposit 是你的租金 对于last month's rent 就是最后一个月的租金我们收不收呢 按照我们的情况来说 一般是不收的 这是我们自己的经验 我们不收的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因为在之后租客搬出去的时候 我们不希望断了张氏的租金 对吧 我们说了可能会有一个控制期 除此之外 最后一个月又没有租金了 那么不就是我在这个房子运营的情况 有一个断的流水线吗 这就是我 从我的角度一般是我不喜欢收 我宁愿在那个地方收 第二点就是按照前面所说的 如果一旦我们今天 哪怕是收了last month's rent 我们都要在这部分呢 去交给美国政府去税呢 当然我们收的 唯一收的情况就是在下注市里面 因为我们如果潜在的租客 它不符合我们的要求的话 我们又不能收更多的押金 那么我们可能会收多一个月 最后一个月的租金 这样呢 来保护我们房东的利益 最后非常重要的是 经常租客到了最后一个月说 我不交我们的租金了 你就把我们的押金放从租金吧 这个是不允许的 在法律上 这也是严密禁止的 这样是来保护房东的利益 紧接着呢 到底我们怎么来return 就是退回这个押金 首先 华盛顿州目前的规定是 21天内 也就是在租客搬走了21天内 这个是四三天 不是business day 要把这一部分的租金 把这些押金 退回给租客 在里面计算的过程当中 押金可以减掉你prorated utility 因为你的水啊 污水啊 这些都不能转到租客的名下 永远在房东的名下 所以可能要做一个provation 再减掉肥户的费用 以及一些其他的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 要退还剩下的deposit给租客 这个详细的计算呢 一定要告诉给租客 经常我们碰到的一个问题 房东问的就是 哪些我们可以算成是维修 哪些是不能算人的维修 按照我们的经验 我们列出了一些 哪些是可以算维修的 哪些是不能算维修的 像绿色的这些 都是不能算维修的 比如你的墙上 出现了一些裂缝 裂纹 或者是你的漆掉色了 这个是不能收租客的费用的 红色的这边呢 是我们可以收租客的费用 进行维修 如果租客是要收据 我们维修的收据 按照法律的要求 我们一定要提供给租客 接下来的一点 我们要强调的是 maintenance 也就是维修 在维修的上来说呢 最重要的一点是 一定要快 动作一定要快 在这里面我们要讲到的几点 给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点是 首先 我们要确定 到底这是谁的责任 就像前面说的 出草 或者是 gutter 这个堵塞了漏水 到底是租客的责任 还是房东的责任 第二点是我学的很多的 一定要email communication for documentation 或者是text message 一定要是文字的这种沟通 不然到最后 经常就是你说我说怎么回事情 除非了这是一个非常emergency的情况 我们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 第三点 通常情况我们要给租客提供足够的一些photo 或video去troubleshoot 解决问题帮助他们 而不是动不动的就派出一个人去修 经常现在我们出现的就是garbed disposal 那个垃圾搅碎的东西在那个水槽下的 经常性有可能是租客自己没用好 堵塞了 这种情况下 我们在合约里面 租约里面跟他详细的说明了 如果是他的责任 我们上门去累秀这个钱要收给他的 那在说了这个以后 他提交了申请 我们会发给他详细的description 告诉他怎么去进行troubleshooting 也给了他video 一步一步的怎么去follow 这样他可以解决问题 像比如我们讲到的 经常发现的这个问题 就是garbed disposal呀 GFCI呀 就是电路保护的呀 或者是light bulb 最后一点就是schedule vendor promptly 通常来说一年呢 我们自己遇到的大概是三到四个 按照就是每一个房子 有三到四个这种维修的请求 按照前面所说的 大概nationwide 美国范围内大概是六个左右 提到维修 很多人最担心的一点 就是emergency 什么叫emergency呢 在我们这里 我们认为的emergency 就是如果着火了 如果有gas leak了 如果在冬天的时候 没有暖气了 如果在水管 进水管的这里 有不能停止的水 不停的往外流 或者是sewar出水管呢 里面呢 也是不能停止的水 或者在有些情况下 比如说 在冬天 你的电冰箱不能做了 或者是在夏天的 不 在夏天你的电冰箱不行了 或者是在夏天你的空调不行了 这种叫borderline的emergency 这种情况下 更多的情况是说 怎么样把这个emergency 变成不emergency 比如说不能停止的水的停 那么第一件事情 要做的什么呢 帮助你的resident去找到 怎么去停水的地方 对吧 如果对于有那个sewar backup 第一件事情是告诉他 不要再用水了 如果是一个multifamily 告诉其他的unit 也不要用水了 如果对于是fridge in the summer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不一定能马上去修 通常fridge summer 一出现大家都出现这个问题 那几天热的时候 是不是能给他提供一个 小冷库的东西 对吧 或者是一个小电冰箱 他可以用一用 帮他解决当时的问题 在维修的人 还不能维修的情况下 第八点 投资房产 最重要的其实是 对你进行房产的保护 这么一个大的房产 其实也给你造成了很多的liability 也就是潜在的风险 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经验 也建议你 你咨询一下你的会计师 然后能拿到更多的信息 在我们这里 首先第一点要求的是 你的租客一定要有renter insurance 一般他们的保证额 起码到10万美金 第二点是landlord policy 你也要有你的保护 如果你的房子被烧了 紧接着你的保险公司 可以帮你重新建一个房子 如果你的粉丝被烧了 在空置的这段期间内 要维修 你的保险公司 还可以帮你来交 这部分的租金呢 Umbrella policy 对于有很多资产的人 特别是又有车 又有不同的资产 我们都建议 起码要有Umbrella policy 这样可以来进行 一个大的三线 进行保护 除此之外 你也可以考虑 把一个房子的资产 变成到一个NLC的名下 去去除更多的风险 有任何的这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去咨询你的会计师 以及你的律师 然后帮你进行咨询 然后呢 除此之外 在整个管理的过程当中 最重要的 在美国这边一点 就是Fair Housing 就是我们怎么保证 我们没有去 触犯这种Fair Housing的法律吧 按照整个NationWide 这边来说 经常性的 第一次的罚款 可能就能到 一万六千美金呢 通常这个罚款呢 不仅仅是到房东 或者是管理公司 哪怕是到 全部我们公司的员工呀 以及有时候有些Vender呀 这些都会涉及到呢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涉及到Fair Housing 针对于很多不同种类的人 比如说包括了 它的种族呀 它的肤色呀 它的性别呀 所有的这些都包括在内 我们举几个例子吧 怎么样是触犯了Fair Housing 比如说你在打广告的时候说 方便的走路到学校 或者是靠近教堂 或者是说 非常适合家庭居住 这些都已经在你的广告的时候 触犯了Fair Housing 或者是在选租客的时候 比如说 如果 你的房子还是可以 还是在市场上的 但是你不想租给有些人 你告诉他这个房子已经不 这就触犯了Fair Housing 或者说呢 对于大多数的人 你是要求三倍你的租金 但是对于有些用Section A 用政府辅助的钱 你不想租给他 你说要四倍 这样就完全的触犯了Fair Housing 这就是我们 要更多的情况下 跟我们的房东一起合作 进行很多的Education 来保证我们不能 触犯Fair Housing 第九点 房产投资 在我们保护了自己的情况下 我们更多的是 要maximize 我们的profit 赚更多的钱 对吗 在赚更多的钱 第一方面是 怎么扩大我们的收入 提高租金 第二部分 是我们去报 我们的成本 怎么去减少我们的开支 报更多我们的开支 在这种情况下 其实可以去 要我们确保没有去漏报任何开支 这样可以去减少我们要报的税 这样就增加我们的profit 首先 在你的开支这里 你的Mortgage Interest 你的Property Tax Depreciation Expense 这是经常我们发现大家漏报的 或者是HOA 这也是我们很多房东漏报的 因为他的HOA 都是放到了自动支付的一个账户上 到年底的时候 他都忘记了他交了多少HOA 第二点 就是在维修上 比如说 具体的维修花了多少钱 Landscaping花了多少钱 Utility 这个有时候也是一样的 房东有时候设置了utility 他们自动支付了 然后根本都没有报 或者是remodeling的费用 在这个情况下 一般大家不会忘记报 第三部分 就是比如说打广告的时候 像比如现在你在Zillow打广告 都要一美金多 一天帮你打广告了 这个你是可以报的 或者你请了 property management 公司来管理 那么这个是可以报的 任何你的legal 或者LC的费用 你的travel的费用 或者你home office的费用 有时候也是可以报的 第十点 我们要讲的就是 在华盛顿州 特别在西雅图 法律在不停不停的变 我们建议 像我们自己的学习呢 都是从RHA 也是Rental Housing Association 在那是一个non-profit 我们是里面的成员 我们也建议 你可以加入到里面 去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这样可以来保护到自己 比如说有一些 关于Least Renew 这方面的law 就是租约进行改变 比如说在西雅图市里面 我们现在要给一个租客 如果我们要涨租金 要提前半年180天 如果是一年的约 你可以想一下 基本上搬入三个月 我们就开始要跟房东 讨论涨租的情况 因为我们在提供半年前 我们就要告诉租客 涨租的情况了 特别是在西雅图 如果你涨的租金 高于了10% 有可能你还要提供三个月 up to三个月的租金 给租客作为赔偿 让他relocate 的费用呢 emotional support pad 在任何情况 这都是不能收 你的任何的deposit 或者是租金的情况 如果有人 他是没有social security number 比如他从外国来的 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能收更高的deposit 或者你要last month rent 在每一个城市 都有不同的这种法律 西雅图呀 Auburn Federal Way 以及Canmore 都有自己不同的法律 所以我们强烈建议你去sign up RHA 这个网站 可以是收集到更多的信息呢 最后我想偷袭我们另外一个 那个property management公司 他们是在加州的bay area 他的一个想法 他说 Who said managing a property manager myself is stressful I'm 38 and I feel great 每次看到这个照片呢 总能给我 慧心一笑吧 我在过去的这十几年管自己的房子 到现在帮大家管房子 也学习了很多 第一方面是学习到了更多 对于房产方面的知识 第二方面呢 也是更多的强大了自己的内心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分享一下 这十二年property management的一些经验 首先第一点我发现 property management 经常情况不是logical的 这是一个emotion management 因为住宅呀 这是一个人 看到马斯洛理论最basic的一种这种 最根本的这种需求 它是非常complicated 这个human life 通常情况 有时候真的是不能用logic去跟别人去argue 这个跟我以前学的教育 以及在大公司工作的强法 是完全不一样的 第二点呢 我想说的是 我们有时候 在我自己管自己的房子的时候 我通常就是trust 或者说relationship 我以前非常自豪 我认识每个租客呀 我都跟他关系很好呀 我后来发现 这种是不会长久的 在没出现问题的时候是没问题 一出现问题问题就来了 所以呢 现在我们focus都是process and system 任何东西都要documentation communication 都是要written communication 第三点呢 就是一定要hold on to my standard and my moral compass in the difficult situation 这也是为什么 我自己在成立公司的时候 我订的三点就是professional, almost and kind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些人是很好的 有些人也是非常不好的 它会来占你的便宜 有些情况呢 是很好的 有些情况呢 也会来挑战你的人生的这种 moral compass的极限吧 所以我锻炼出来的就是 也是跟团队都说 每次做一个tough decision的时候 问自己 我做到professional吗 我做到honest了吗 我做到kind了了吗 我们不可能完美 但是如果每一次都用这个三个方式 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约束自己做决定的方式 哪怕是做错了 最后也有改正的机会 所以我总结出了三点 我自己用的东西 来经常进行维护 这就是take care of myself by practicing me me 是什么呢 就是meditation daily meditation 或者是breathing exercise healthy eating 对吧 我也尝试了vegan啊 vegetarian啊 back and forth 我总结说自己是一个recovery vegan 第三点就是daily exercise 无论你喜欢的exercise是什么 在这种情况下 take care of yourself 才可以take care of your family take care of your business take care of your client 最后希望这些信息分享的 对大家有用 如果有任何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然后我们都可以来帮家 提供各种咨询 祝你们今天过得开心 有一个美好的夏天 拜拜